第一局上半场军工场 小城市搬掉了机械打邦邦了 这个也是大家都没有想到 当然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MRC这边已经是无缘季后赛了 那么就放开了打 打自己喜欢的角色 然后打出风采 而对面的话 斗舞这边还是其实蛮尊重你的一个绝火女巫的 当你搬掉机械师之后还是选出了一首调酒师 这一首邦邦打这套智容的话有调酒可抓 因为调酒配先知其实是很厉害的 但是在邦邦面前的可能就还好 就没有那么厉害 上来第一个点位能找到这边的先知 封窗加上挽留的邦邦 这个天赋也是不常见 一颗5秒炸弹想来封一个口子 先知这边翻板直接往前拉 绕一圈还是进三板 这边再一颗5秒蛋 封你口子逼你进三板 那这边需要再封一颗 2秒炸弹再连 连上了吗 没有 先知这里的一个站位还是比较的精准 没有给到炸弹任何的机会 小城前期第一波能找到这个先知的话 我觉得对于穷者来讲还是比较难的 这边窗一封闪现好了 然后破掉板子以后 后续两连炸弹能够补上闪现一刀 当然最好的情况是把这个鸟给先逼出来 这边躲 鸟逼出来了 好 这边炸弹 怎么说 炸一刀前锋撞 那也是这个晕眩时间不是特别的 不是特别的那个叫什么会对小城造成影响 因为他这边是已经到了二阶 到了一阶了 一颗遥控炸弹 不过这个遥控炸弹没看见人直接丢封窗口 稍微的有一点点浪费 我觉得刚刚这波撞的先跟就一个插刀 对吧 然后加上这个撞的一个时间一抵掉 这个晕的一个时间其实差不多也就是三秒钟 小城这边在找机会闪现出来 一刀倒地 地压室 不过不太好挂 前锋是已经过来了 前锋是已经过来 你要挂地压室 我这边也能够来进行一波干扰的 这里前锋 看一下拉不拉球 注意球的进度 应该是一波撞救 我估计是一波撞救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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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放下 没有 哎 前锋拉到脸上 球没了 打 这边等 好像这波这个球的 小城难道是有算过 这个球刚好 他也是刚好往里面挂了 这个前锋的话 一颗遥控雷 你敢不敢上来 这一波有点 没有算到 一颗遥控雷引爆 前锋这边没有被报到 但是整体上面来讲 这波对于球者的节奏还是很亏的 因为这个先知刚上挂 直接是被救下来 然后前锋这边被打了个半残 送巧成到了二阶 喝一口酒 又是一条好汉 但是通缉到了这个前锋 张鱼建在这边开始翻箱子 能不能拿一个接力雷 来把这个前锋给秒了 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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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漂亮 帅啊 这个接力雷就很舒服了 他关键是炸倒了 前锋不说 他还把这瓶酒给断掉了 这个接力雷的话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因为他根本就第一颗雷你是看不到的 因为离的距离比较远 第二颗雷再往前丢 由第一颗雷引爆第二颗的一个相近点的雷 所以我称之为接力雷 就刚好对吧 接力上了 把这个伤害打了出来 帅呀 在接力雷之前我们也看到过 也是好像军工厂 是接力雷把四合院的一个修机的人给炸了 前锋这边满状态 然后小陈这里的话需要去再再抓一波节奏 调酒师这边两瓶酒都已经交掉了 不过目前对于小陈来讲就是没找到人 他找到人的话 节奏起来了 有机会能增三 四的话目前不好说 先一颗遥控雷 打残佣兵 守着 我们看一下他有没有机会去往三连方向守 大方这边有一台 然后中场一台 沙包一台 这三台电机能够形成一个大范围的三连 一个帮帮要守也是能守 但是由于中场四合院的电机是已经修的比较多了 所以说那台电机一旦被破掉 会有一个直线三连 就是大防加上沙包这两台 这个电机我觉得相对来说 可能到最后形成最后三台电机的一个可能性最高 这边炸弹打 前锋这边不吃任何的炸弹伤害 但是这边有闪现 佣兵赶紧把中间四合院的电机点掉 炸弹再来封走位 张玉剑的前锋这边的一个牵制还是做到比较好的 刚才那一波也是没想到 就是小城往最里面挂了 但凡往外面挂一点 这个球也是刚好够用 再补 翻出去 炸 遥控雷 还是斜角炸 炸 炸 炸倒了 这边小房的电机点掉 又是一个地压室 但现在挂地压室可能来不及 对挂在现在所处的这张椅子呢 可以非常好的去守一下沙包加大房的三连 不过最后台电机的一个进度 其实已经是修的比较多了 看一下应该是70%可能会有 调酒师这边过来救人 佣兵这边卡着 哎一颗遥控雷先丢管电机 然后做防守 看着你看着你 这里前锋的血线将过半 而电机的一个进度 佣兵佣兵这边再丢一颗 佣兵还在修还在修 血线已经过半 炸 这个电机不好弄 这边前锋没救下来 闪现一刀击倒 电机是不够的 能不能往里面爬一爬 下板子砸头 时间还是不够 还是不够 这个佣兵也是一刀煤呀 这一会儿可以回升过去 守电机 哪怕电机点亮 小陈这边是一个挽留 挽留 追谁 追调酒 佣兵是有护臂的 追调酒 那这一把追调酒的话 看一下调酒师这边 有没有机会跳地窖 地窖应该是在小房 哎不对 地窖在大房 在大房 不好意思刚看错了 调酒师这边喝一个酒 加个素 往大房冲 往大房冲 炸 炸 佣兵开门 佣兵开门 这边博弈 门马上开 但是这个血线不足以支撑 这个调酒师进到这个地窖口 挂进哪里 挂中场 好的 那么最终啊 小陈也是凭借着自己的一个出色发挥啊 是完成了把三抓 这一局的亮点其实还蛮多的 特别是那一个接力炸弹 炸掉了一个特别特别血亏的这个 前锋啊 hel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